行政院证实全国三级警戒将从7月12号延长至7月26号 但是部分的管制将会松绑 8号下午3点县长徐正卫、秘书长张艺华以及卫生局长朱家祥 持续在花莲县卫生局召开疫情记者会 同时也对于违解封有条件松绑的政策表示 花莲县府将会再进行研议另行说明 县长徐正卫、秘书长张艺华、卫生局长朱家祥 对于全国三级警戒将从7月12号再度延长到26号 并且部分管制将松绑 县长徐正卫表示 中央所实施的防疫细则 花莲县政府将在进行研议之后再另行说明 另外针对配合完成施打莫德纳疫苗的长者 目前总共有5195位 施打率也提高到了三成 今天的CDC又再延长 再一次的延长三级警戒 所以从7月13号再延长到26号 但是从13号到26号 也就有一些的调整和解封的部分 它有一些做这个指挥中心 有一些指引的 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 也非常的有一些是蛮矛盾的 所以在现在我们收到的中央CDC的相对于各应对到各部会 到花莲县政府各局处 我们待会也会来做一个详尽的开会 对于花莲地方政府我们有哪一些要开放 以哪一些我们有一些作业的标准和准则 在我们的施打后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就是刚才曾卫讲的资格的部分 可以来进行施打 卫生局长朱家翔也进一步说明 中央防疫中心所推出的新冠疫苗施打意愿登记平台 第九第十类族群的疫苗登记方式 那这个系统其实也非常简单的操作 但是这个系统对我们的乡亲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疫苗的播发就靠这个预约系统里面的登记的量 如果我们登记的量越多 播到我们花莲的疫苗的疫苗数就会越多 所以在这边特别鼓励我们的乡亲 因此为了让这个AZ疫苗能够顺利的打在我们的国人身上 因此马上就会将我们的施打的类别 往下推动到第九类跟第十类 而第九类跟第十类它的整个施打的过程 就是要利用到我们唐凤政委这个系统 那所以第九类是18到64岁患有高风险疾病 罕见疾病或重大伤病的 那如果各位你如果不晓得你到底是否是符合这类条件的话 你可以上我们的健保局的这个健康存折 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的注迹是哪一种 就知道你是不是符合这一类 那第十类就更简单 50到64岁的成年人 那这里面大家已经不分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的 那只要你符合第九类第十类的 请上这个1922.gov.tw这个网 然后去做登录 那光今天早上就在全线已经施打了5195人 5195人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施打量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而就是这个网络的